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诗句 标笔说意 这个经文我们介绍过了 清凉大司在苏朝里面有很精彩的开示 我们借着往下看 前面我们讲到云火救护 引输住法 讲到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接着 云火永断 尽住杂染 永断烦恼 忠信双网 出住杂染 为为信货 我们来看看这三句 怎么样 永断烦恼呢 这一句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可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晓得 他说法的对象 是法身菩萨 不是凡夫啊 对于法身菩萨来说 这什么有问题 永断杂染 染是染污 染污就不清净了 砸了 就不真实了 也就不平等了 所以 这两个字 是烦恼的代名词 总夸 尽私烦恼 尘沙烦恼 无名烦恼 法身菩萨 尽私烦恼断了 尘沙烦恼也断了 无名烦恼了 至少也破了几瓶 所以此地这个话 对他们来讲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是怎么样断 这是尽诛杂染 下面这是解释 永断烦恼 忠信赚亡 种是种子 信是信心 不但信心 烦恼不会再起来了 阿赖也里面 习气种子 都转成菩提了 转烦恼 转烦恼 成菩提 这个叫永断 后面这两句话 对于我们来讲 很有受用 华也 对象 实在讲 非常广大了 发生菩萨的 这当机者 发生菩萨了 除发生菩萨之外 我们苏普世界 六道里面 这一再跟诸位说过 大行凡夫 也是这个金的当机者 星量要大了 我们在这个奖金之初 跟诸位说过 清量大师 这苏超里都讲 这常讲的 这种人 是华言的根基 也就是许 学习这个扩程的对象 五种人 有能力修学这个扩程 这五种人 范围就非常非常广大了 第一种 正扩生 是这个佛陀 确确实实 是对他来上这个扩程 这个诗 发生菩萨 所以说 唯一语 唯一试 一诚语音机 就发生菩萨了 绝对不识 九法界众生 能够理解 这个境界太深了 这个诗 正是正科的学生 第二一类 这就叫大行凡夫 虽然他不能够误辱 但是他能信 他对于这个扩程 这门供货 他很有兴趣 虽然不能够 虽然不能够欺辱 他种了一尘语音教的种子了 所以他也算是当机者 有条件来修学 这个诗 第三种 引违 经里面讲 继位贤慎 贤是明贤 贤是殊胜 这个法门太殊胜了 太殊胜了 一共五十一个位次 就好像学校五十一年级 从一年级二年级 一直到五十一年级 那么这五十一个位次 他又分了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行为 第二个阶段是助为 第三个阶段是行 第四个阶段是回向 第五个阶段 第五个阶段是地 最后 那一个阶段是等觉 妙觉那是果位 那不是因为 这修音呢 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能够理解 华言所讲的 是全部的佛法 这一部经 以前方东北先生说了 它是佛学概论 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没有看错 它里面所讲的是 全部的佛教过程 释迦牟尼弗49年 讲了许许多多经典 用现在话 它开了许许多多课程 但是所开一切课程呢 都不能离开根本 都是华言某一部分 特别开这个过程呢 来研究 来切课 所以这是很完整的 那么希望呢 借修学层次 从这个地方呢 熏悉慢慢的 你就切课进阶段 那么这个对于 大行凡夫 心 也能够符合 这个条件 第四种呢 是权威 那就是诸佛菩萨 在释迦牟尼弗 教学过程当中 硬化作为小陈 作为 学习佛法了 中下根性的人 要知道这里头 确确实实 有佛菩萨实现 实现怎么 他装着不懂 释迦牟尼弗 释迦牟尼弗 讲这个经 他装着如龙如牙 把这个法门提升起来 所以他们在这里 表演 他不是真谛不懂 他是装不懂 让我们看了 哎呀牟牟 你看 释迦牟尼弗 牟尼弗 这大阿罗汉 他们都不懂 其实 牟尼弗 释迦牟尼弗 都是古佛在来 这个用意 很深很深 我们要懂 最后一种 那就是凡府外道 现在虽然不信 他只要听到这个晶体 大方光 佛华 华 眼睛 由云 看到这个金本 现在他不懂 他不相信 他不肯学 所以是 一列 而根 勇为道种 他阿赖耶 这些事里头 已经种下 大方光 佛华 眼睛 种子 这是叫 云云 为 那么从这个意思来说 可以讲 把所有一切众生 各种不同根性 全部都包括起来了 这才叫圆满 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 学佛的人有几个 70亿人口比例起来 学佛的人数少数 但是 现在这个 科学技术发达 资讯发达 传播工具 这个效果 不可思议 往往我们在电视上 这个新闻的报道 报道佛教 有佛像的画面出现 由出家人的 这个画面出现 只要有人看到 跟佛就结了云了 一立眼根 一立而根 勇为道种 不可思议 所以你要懂得 这么一个道理 你就想 许多 现在不相信 现在不愿意学 阿雷也是 通通通 种了种子 甚至于 棒佛 都没关系 棒固然过时 那个佛的种子 又种下去了 这些道理 四十真相 佛在今天上 说的很多 那么大师 又告诉我们 无种人 不是这个 科目 修学的对象 这五种人呢 全说 不是真的 真的 你要晓得 这个华言 五种当机 最后一种 全部包括 那么 清梁大师讲 五种人 不是这个科目的 当机者 是讲现前 不是讲将来 讲现在 现在第一种呢 他不相信 听了 这个经里面 所讲的 他 不能接受 他不相信 反而毁谤 这个当然 他现在不能修 第二种呢 不识真心学习 拿着佛法 求世间的明文立养 这种人 没有菩提心 无论他是 在家出家 明师不相符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他的思想 他的言行 跟经里面的教训 决定不相应 形而易见 第三种呢 就是我们佛法里面 常讲的 一文结义 开经纪上讲 愿结如来 真实义 他不结如来 真实义 以自己的妄想 分别 来看清 所以实际上 对于佛经 真正的 毅力 他不懂 佛说过 一文结义 三世佛 约 三世佛 都喊冤枉 你比如说 这从前 李老师 跟我们讲 真的 有这么回事 有人学佛 执着在文字上 很执着 他来向老师请教 老师给他讲的 他摇头 不以为然 老师就讲了 你说说 我听听 他说说 李老师也摇头 也不以为然 这谈不拢来啊 是老远 到这请教的 最后 李老师 想那个主意 他就问他 我们念三归一 归一佛 二族尊 这二族尊 怎么讲 他就说 二是两个 没讲错 族是教啊 两只教里头 最尊贵 李老师笑笑 好 不谈了 不谈了 这个就是 一文 结义 他根本 不懂意思 这个二族尊 族当中 满族家 二是智慧 也复得了 这两种啊 这两种 都满族了 佛会满族人当中 最尊贵的 称二族尊 两只脚里头 最尊贵的 这还有什么话 好讲呢 那碰到这种人 这种人是 这个不实 花员当机制 第四种啊 这是根性 很狭烈 小城根性 说再讲呢 这是大权实现 佛菩萨装着 不懂 不是真不懂 装不懂 做这个实现 意思很深 这里头 最重要的一个意思 形式 这一部 经教 这个过程之可贵 你看看 声闻 圆觉 全教菩萨 都没有份啊 能够遇到 这个不容易啊 真是 百千万截难遭遇 我们知道 五字天 写这个开经记 就是为华严经写的 那时候华严经 刚刚翻译完成 送给他看 他看了之后啊 在封面上提了这四句意 开经记 百千万截难遭遇啊 要珍惜啊 不容易啊 得人生已经很不容易了 得人生 未必 你能修佛 修佛 也还不难 未必 你能遇到 这部经典 遇到这部经典 非常不容易啊 那么这部经典 传到中国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本子 是中文的译本 这个译本 并不是全本 全本经文太长啊 在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 传到中国来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本子 我们现在大概想一想呢 应该只有一半多一点 所以这个经文欠缺的很多啊 但是就传过来这个本子 佛教导我们这个意思 意趣啊 我们能够在这个本子里面呢 体会得到 能够看得出来 非常难得的 就是最后一部分 花言是讲四分的 那我们现在讲的单元 四个大单元 最后这个单元呢 完整 没有欠缺 很难得 铺行行言评 有四十句 古来祖师大德 教导我们学花言 怎么学法呢 八十句花言 我们学到五十九句 也就是四个单元 学到第三个单元 入法戒品 就不必学了 接着学四十句花言 这样就很完整 那么这样在我们中文本子 总共九十九句 三十九品 我们讲到现在 第一个大单元 江源满了 总共讲了九百八十次 一次两个小时 将近两千个小时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进入第二个单元 第二个单元 有三十一品金 有四十一据 比第一大单元 长很多 金非常精彩 诸解 也是精彩绝论 所以越学越欢喜 遇到实实在在不容易 清朝秦隆年间 彭基钦居士说得很好 他说这个法门 无量皆来 稀有难逢 我们这次能遇到 不容易 所以佛菩萨了 视现二臣在座 如龙如莽 那个用意很深 无非是叫我们 体会到 我很幸运 我能遇到 我很幸运 我还能听得到 我相信 当然这个里头 非常高深的理论 实在不容易 让我们相信 因为他所说的 跟我们的常识 完全相违背 可是现在 这个科学很进步 有很多他所说的地方 我们借科学家的 这个研究 证明 我们懂得佛教的意思 所以这个我们想到 在从前 科学技术没有发达 没有发明 他们怎么能相信 实在是难了 第五种 是很固执的人 全教菩萨 也是菩萨 非常固执 不相信 大臣 云荣的法门 这个是说明 很不容易 所以这个 末后一句讲 处注杂染 未为现火 这个就是现前 这是对我们讲的 那我们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叫待业往生 这个主要记住 待业是 待旧业 不能待现现 这个道理 也要懂 说再讲 学华也 对于往生西方 进途 你会更有把握 你对于 宇宙人生的真相 逐渐逐渐 你会明白了 那我们这个今天 今天是第一千次 现在这一堂是一千零一次 那我们已经学习两千个小时了 果然认真的 我相信 我相信 多分其辱 不敢讲 少分其辱 肯定 这一点少分其辱 我们一生受用不尽 底下一个问题 云火沉治 怎么样 沉就智慧 清凉大四十 为永断 以往 这一句 看起来 好像是很简单 实际上 非常重要啊 从这一句 我们就明了了 为什么这个乙 佛把它摆在根本烦恼里 烦恼 真的是无量无边啊 无量无边的烦恼 佛在教学 方便起见 把它归纳为一百零八了 百八烦恼啊 这是一百零八类 但是教初学呢 这一百零八类 还是先太多了 初学的人受不了啊 佛总是能横顺众生 再把这个一百零八了 再归纳 归纳成二十六 这就是北法明门里面讲的 二十六种烦恼 这二十六种烦恼里面 六个根本烦恼 谈 嗔 痴 骂 疑 误解 这六大类啊 无量无边烦恼 不出这个六大类啊 你们想想 疑 在其中 这个疑就是不相信啊 怀疑不相信啊 以往 往是比喻 你疑惑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什么时候 你把所有疑惑 通通淡尽 你的智慧就陷进了 大臣精沙 佛诚书 疑 是菩萨 求智慧 最大的 障碍 可是 佛所讲的东西啊 实在是 有许多地方 讲得很深啊 我们听了 不能不怀疑啊 这个怀疑呢 没有问题 这个不是烦恼 这个怀疑是什么呢 我相信佛说的 但是佛说的这个我不懂 这个在宗门里面 叫疑情 因为他有相信 他有信在这中 只是 不能解 不能理解 这个没有关系 中文常讲啊 小疑有小物 大疑有大物 但是这个疑啊 你不能求解释 你要去研究 希望怎么样能够 把这个疑问呢 答案找出来 那你就错了 不能找答案 这个是佛法 跟我们一般社会 学校教学用的方法 不相同啊 学校里面 学生有疑问的 可以用思维 可以用言说来解答 来研究讨论解答 佛讲的是真理 你向佛 请教 佛大夫你 大夫你 你未必能听得懂 听不懂 不要紧 你相信 将来你慢慢会懂 什么时候会懂呢 智慧开了 你就懂了 智慧怎么开的呢 智慧从清静心里面开的 你看 我们要用思维想象 这到底是 是什么一回事情 思维想象 心不清 思维想象 是属于烦恼啊 不是清静心啊 所以禅宗用的方法 跟我们一般 这个教下用的方法 不一样 教下了 准许你意 准许你问 慢慢来 时间很长 禅宗用的方法 不准你疑 不准你问 他教你 一切都放下 你的疑惑 也放下 心得清静心 这是禅 清静心得到智慧 就先签了 阴界得定 阴定开会 智慧开了之后 有些自己就明了 有些自己还没有办法明了 经过高人 一直点 立刻就明了 我们在谭经上 可以看到 你看这个学生 功夫 用到 家务为物 在这个关口 遇到六祖能大使 能大使几句话 就把他定型了 豁然大悟 这个大悟 是明心见心的 一开悟 就是华言经上讲的 法神菩萨 最低限度的国位 原教出租 这华言真正的当机者 功夫用得正确 功利用得到家了 遇到善知识 一直点 他问题解决了 这是真的明了 不是想象的 所以 误入的境界 是限量境界 那个时候 你能力恢复 我们所说的 六种能力 就是六通 精干精舍的 如来有无言 大彻大悟的人 他有四种言 除了佛言没有之外 他有天言 他有慧言 他有法言 六根聪明了 那我们世间人 没有人能跟他相比 佛告诉我们 所以这个我们 相不相信 有没有怀疑 佛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 智慧 能力 佛报 都跟诸佛如来 完全相同 平等平等 我们的眼根本能 能见 变法界 虚空界 能见过去 能见未来 佛说 这是本能 因为为什么 他说 法如是耳 本来就是这样 你相不相信 你现在为什么射掉了 就是因为 你有妄想 你有分别 你有执着 把你的本能 丧失掉了 佛教我们 没有别的 恢复本能 而已 除了恢复本能之外 佛地缺 没有一丝毫东西 能够给你 这些话 都是真话了 断以身陷 那我们今天 就我们献起 这个程度 我们要怎样学 第一个 我们要信老师 老师是释迦牟尼佛了 我们对他 要有真诚的信心 一丝毫 不能够怀疑 第二呢 信经典 这个很难 比信老师 还难 为什么 第一个 这个经典 通过翻译 不是原文 原文经典 在这个世间 已经失传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佛经 在全世界 大概只有三种文字的一本 都是翻译 中文的一本 巴黎文的一本 西藏文的一本 这三种翻译 都是从原文翻译来的 其他世界上 其他国家翻译的 大概都是从中文翻过去的 藏文翻过去的 巴黎文翻过去的 我们是直接从凡文翻译过来的 那么凡文翻译过来之后 通过翻译 还靠得住吗 我们都会打很多问号 我学佛的时候 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问老师 老师你能相信吗 他翻译没错误吗 佛经传到中国 有同样一个本子 好几个人翻译的 无量寿经 这翻译的最多 无量寿经在中国 有十二种不同的一本 就是十二个人翻的 每个人翻的 它不会一样啊 但是这十二种本子 传到今天 只有五种 七种是传 所以现在大藏经里 有五种原意本 我们到底意哪个呢 哪个是最可靠的 所以 许许多多地方啊 叫人不能不怀疑啊 这个一要不能断呢 十中是障碍 我想方东梅先生请教 最初我还没有皈依 跟他老人家学习 他听了之后啊 笑笑 告诉我 他说 古时候中国人 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 现在中国人 对于民族的自信心啊 完全丧失了 在外国人面前 头都不敢抬啊 从前中国人 顶天立地 中国是大国 也是强国 繁文经典翻成中文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问 问了这个老师 我说这么多繁文本 传到中国 为什么没有人保留下来 繁文原本在中国失掉了 只留翻译本子 语言文为什么不留 方先生讲 这就是从前中国人的信心 认为 我们中文翻译的本子 意思 绝对没翻错 正确 而且在文字上呢 比繁文 这个文字还要美 足以取代繁文经典 用这个翻译文经典可以不要用了 你看看这个自信心还得了吗 哪又像现在中国人啊 这方老师给我讲 以后我学了佛了 我跟李宾南老师 我跟李宾南老秀斯学教 我跟他生年 我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问老师 那李老师的大夫跟方先生大夫完全不一样 方先生是学者 李老师是个佛教徒 是个真正有修 他有正我们不敢说 决定是有修有学的人 李老师告诉我 在中国翻译的 从此翻译的这些人 都是正国的 这个话说的 证据 不是凡夫 这是中国人真的得天独厚 感动祝福菩萨阿罗汉 映化在中国 从此于 传送 把梵文经典 从印度送到中国来 从此于翻译 佛菩萨再来的 不是普通人的 这是李老师告诉我 老师讲 参与翻译 至少三国以上 这小臣死脱汗 那么我们晓得 这些人 尽私烦恼 差不多断尽了 又活宽里面 还有许多 古福在来的 这个历史上记载 清凉大师 华音菩萨再来的 来给这个金做注解 他也参与翻译工作 晓得大师 释迦牟尼佛再来的 去年我到日本 日本人对于晓得大师 非常尊敬 对于善导大师 特别尊敬 善导大师 是净土宗祖司 那么在中国 善导大师 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智得大师 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再来的 不带和尚 是弥勒菩萨再来的 这些身份普鲁 永明言授 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阿弥陀佛化身 风干和尚 也是阿弥陀佛 不定化什么身份 傅大师 也是弥勒菩萨 视线在家居四身 佛菩萨到这个地方来 非安于今天 诸节今天 讲节今天 不是凡人 那么这个说法 我们相信 放动美先生 那个说法 一般知识分子相信 所以 疑不能不断 疑要不断 麻烦可怕 对自己修学 肯定产生障碍 这个障碍 智慧不开 经文摆在面前 诸节摆在面前 看不懂啊 如果你疑惑断掉了 不再疑惑了 向心 对这个经教 向心 心地清静 智慧开 经文展开 字字句句 无量意 这一部大方光 或华严经 要是在大学里面 可以算得上 一个科系 这一个科系 四年 八个学期 学完了 没有问题 清凉大师 当年在世 一年讲一部 他一天讲八个小时 如果说 我们一天讲八个小时 一天讲两个小时 四年 正好是大学 修学的课程 你能毕业 你能把这个课程 学完了 我们这一次 来讲这部 同学们喜欢 讲得详细一点 这详细一点呢 我们从头讲到这个地方 往后看一看呢 我的古迹 至少还要 一万个小时 加前面这两千 一万两千个小时 那就不是这个大学里面 所能教的了 我们现在每天四小时 我预定的 我预定的是一年 讲三百天 一年一千两百个小时 一万两千个小时 十年了 这一部经呢 每一天讲四个小时 十年完成了 是个很大的功臣 但是这个过程呢 越学越欢喜 真的是发喜充满 真正叫你长生欢喜心 方栋梅先生讲的 说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真的得到了 前天沙米教授问我 花眼睛到底讲些什么 你能不能用几句话告诉我 花 花就是大花园呢 莹 莹 莹 用我们一般话去 美丽 这个花园 什么品种都有 一样都不缺 非常美丽 这是比喻 比喻什么呢 比喻大方广 大 这学里面讲的 宇宙的本体 方 是宇宙的现象 广 是宇宙的作用 宇宙万有的作用 对于 这个 离四 作用 通通了解 通通明白 这个人就叫做 佛 所以华言是比喻 比喻 大方广 本体 现象 作用 整个宇宙就通通包括了在这个过程里头 这几句话是很简单 花园经的大意确实全部包括在其中 这一步经确实是个完整的大学 所有科系里面的东西都应有尽有 一样不缺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休息几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